来到这个宜兰县罗东了 在昨天在街头上也出现了一个扛着疑似尸体的抗议队伍 让路旁的民众真的看了全部都傻眼 原来呢这是因为三星乡大隐村的村民呢 他们抗议正宫所没有和地方协调 就要自行动工盖起兵仪馆 知名集结起来假扮成出病队伍 到正宫所向镇长抗议表达心声 大白天的民众怎么抬着尸体 出现在大马路上 原来是抗议使用的假道具 不过一旁还有乐队演奏 简直跟真的出兵仪式没有两样 民众在白布条上头写着反对设立殡仪馆 原来罗东正宫所要在三星乡盖公墓 却没有和居民共通 让居民走上街头抗议 我们绝对反对白贵 设计我们代言地区 代言地区不要跳 抗议队队队 抗议队队队队 抗议队队队队队队队 阵长赶紧出面缓夹 民众情绪激动根本不想听 警方夹在中间就怕双方爆发冲突 公所表示只是依规定发包并没有开工 会持续和村民沟通 不过大营居民为了维护家园 决定抗战到底 追选雷医生 宜兰采访报道